半点可能性都没有 可是在今天 为什么搞得全国上下 我们党的警官 在北京我就非常清楚 那段时间多么紧张 那么他深刻的那一步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由于我们党 没有这个道理 人民群众不那么幸福 觉得你共产党里头这么一批贪官 你天天愚肉人 你说是为人家服务 实际上你就是为人家必服 为自己服务 他不幸福 有一个上法 他跟我说 他说这个共产党坏药 这个样子不推翻怎么行 我跟他说 我说错了 我说这个共产党 本质上是好的 共产党也有坏人 也有健康人 共产党的党章还是好的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还是好的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儿是要挽救我们这个共产党 是保护我们的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 而不是让这个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变成那些主事价值派 所期望的 所谓的自由民主的那样的一个资产阶级 实际上是个半人民币的那样的一个国家 我们的现场基本框架的内容 我们的党章的基本内容 应该说直到今天 仍然报纸蛮好的 尽管其中 有些 以后 是需要加以其中带的 不那么好的 但是总的来讲是好的 昨天晚上我跟大家说 包括说我们这个党犯了错误 那么有些领导同志对此应该承担责任 但是我还想跟大家说 这些基本框架的保留 这些领导同志也有他们的意识的更新 要肯定在这里的更新 我们看问题才全力 那么关于道义危机的问题 我们先说了很多 第二个问题是理论的计划 大家都熟悉马斯主义 毛肚思想的这个议论 大家也知道 我们的中央文件 我们的宪法 我们的许许多多的 施行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他都有一些最基本的理论的依据 那么在今天 我们社会主义的最共和国 最基本的理论的依据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说是我们共和国的宪法 我们共和国的宪法中间 明确规定 明确规定 社会主义的公有制 还有其他的经济形势的存在 在公有按捞分配的主体 地位之外 还有其他分配方式的存在 这所谓就是理论规定 法律在今天 应该说是目前共产党和我们的社会的 政治经济生活 所应该遵循的一个最基本的依据 可是现实中间怎么样 大家非常清楚 我们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已经完全丧失了 从产值的角度来说 它不过就是百分之十几二十几而已 没有一个非常平均的两方手机 从拥有资产的总量上来讲 你得也得要到 但是总体不进 这些东西也不是太清晰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共和制的主体地位 在神圣的宪法摆在那的时候 却被底下的各局执行者 毫无共济的 随随便便的 违背 那么按劳分配呢 不用说 应该说是基本上的存在 我们大家都知道 都记得 在改革开放之前 我们的劳动者的待遇 应该说是比较的高的 比较的高的 我曾经跟有的朋友在交流的时候 跟方程算账 我说在七八年左右的这样一段时间 大家是不是记得金价是多少钱 后来我跟大家说 那个时候啊 金价是一两黄金九十九块钱 那个一两啊 不是今天咱们这五十克的一两 是十六两乘的一两 那么就是大概三十三克的一两 那么这么则算下来 大体上是三块钱人金币 一个黄金 就是这个肯定 想想 那个时候的工人工资 是多少钱的 那个时候我们的货币 是多大的购买力 我还跟朋友们说 我说那个时候 长江大桥的造价 不过就是两三千万人民币 五万大桥的造价 北京一线地铁造价 不过是一公尺一万块钱 不 一公尺一万块钱 这个 今天 得了它 就是那时候的人民币 是非常非常值钱的 这样的换算下来 我们的劳动人民的实际所得 特别是底下的工青阶层的实际所得 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大家算算上去一起 还有一点 当时我们的危险的 井下的 边缘的 艰苦 所有这些劳动者 他们的代价都是高的 只要你干的是苦活 累活 危险的活 你的工资带于高 你干的是有害身体的活 夏天送你去表演 你的工作时间还短 退休时间还早 那个时候是这么做的 那么在今天 我们按资分配 成为这个社会主要原则之后 我们的普通劳动者 是个什么样的悲惨者 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 无需我在这里面 列体数据跟大家说 大家心里都有 有清清楚楚的一本账 那么这个问题 是不是严重的违背的现状 不仅仅是这些 既然我们是 无产阶级的政党 马克思列宁 以毛泽东思想思 是我们信奉的 基本的理论原则 就是你信奉的理论吗 那你就要按这些理论去做呀 十点钟你要去做呀 但是十点钟却不去做 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在今天 所遇到的一个最大的危机 就是共产党你说的话呀 老百姓不行 你说的一套和做的一套 这是两回事 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共产党本身的存在 受到了多大的危险 这个东西还不致命 加上前面的道理危机 这些东西如果不咱加以纠正 这共产党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我相信大家完全能够理解我刚才跟大家说的那个意思 而且大家会会有非常丰富的这样一些联想和补充 把我刚才说的这个意思 就扩软化 更加丰富化 我这个点到为止 那么第三危机 就是共产党所遇到的 这个限制的社会时间和补充 改革开放以来的话 实际的军金引擎和实际的操作 它改革开放主要改革开放的一些什么 改革开放的什么 这些东西也是需要改革开放的 这些东西也是需要改革开放的 那么主要是什么 一个 改掉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 你给大家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变 这是最深刻的社会改革的内容 接着跟它共生的分配变了 从原来的暗牢分配 变成了暗资分配 前面把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念了 把公有制为主体的 这样的一个不是个为主体 那时候 这个 除了这个极少部分之外 其实极少数的个体之外 百分之百的都是公有制经济的 今天把这些东西都改了 所以所有的关系变 这是改革的最突出的一个特点 接着就是分配方面 变了 变成暗资分配 还有一个改革最彻底的地方 就是江 马克思贡献给人类的最为科学合理的计划经济 他是希望把这个人类社会变成一个人间天堂 因为只有计划经济 才能最为合理的解决人所面临的 他的生活和生产问题 这是马克思贡献主义给人类的伟大奉献的 结果把计划经济给套借了 把最为丑陋的 事实上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又重新起回来 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这样一种美妙的设想 事实上 不管从理论层面上 还是从社会实践层面上来看 它根本没有实现 谁能说得清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样 理论上把它做个透彻的 清晰的表达 如果说有些学者在这方面搞出了一些东西 我实际上是真是为他们最爱 不是东西 理论上根本不是东西 那么实际上我们的改革 改的实际上就是这三个 社会中间最为要害的问题 而一个社会的基本面貌 朋友们老师们 我想跟大家说 就是由这三样东西所决定 多一样都没有 就是 生产资料归谁所有 怎么分配 社会经济运行遵循什么原则 是计划呀 还是市场呀 是服从令人原则呀 才是服从满足人民的 实实战战的需要为原则呀 就是问题 而由于这些东西理论上的混乱和倒退 造成了今天社会一系列的严重后 所有的贫富悬殊 典籍分化 民度聊生 善不起血 看不起病 住不起房 卖淫嫖娼 亡赌毒 假冒伪劣食品 蛀水猪 蛀水肉 三具清安奶 等等社会上的这些丑陋的现象 全部都是这些东西所造成的 你看错误的理论对整个社会有祸害 多么严重 我们说 要让我们的党改 就要从这些最基本的理论上改 如果在这个地方不动手术 这个改革将不小 就是说 我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找到 所有这些病病的问题 它最深刻的根源是什么 我苏铁山一点一点也不高 我不过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里面 把他们的思想加以体会 在这样一个场合 把它奉献给大家 我奉献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最基本的理论 如果我们的党 不能够真正的回归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这些基本理论的话 我们社会生活中间的这些混乱现象就不可能结束 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 现在社会生活中间的一些突出问题 两极分化问题 贫富悬出问题 贪污腐败问题 下岗失业问题 刑事犯罪高企问题 还有刚才我谈到的 等等的一系列的问题 还有包括我们民生中间遇到的最基本的一些问题 住房、医疗、教育、养股等等所有的这些 大家可以认真去想一想 所有这些关系民生的最为严重的问题 有哪一项 通过我们的伟大的改革 获得了解决的可以看得到的光明的前景 大家可以想想 非常悲哀 说句实在话 所有这些严重的危机和问题 没有一项出现了像黄锦的方向和豪转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 没有一项 这就是共产党在今天所遇到的非常严重的社会危机 而这些社会危机不但造成了今天的中国人民 和大多数生活的很多幸福 他们的幸福感大大地下降 而且造成了共产党本身的执政 都受到了挑战 危机了共产党本身的生存 而造成这一系列问题的最深刻的理论的根源 就是在于 违背了马斯林民主义 和毛泽东思想的这样一些最基本的理论原则 所以说 信奉了普世价值派 西化派 美国鹦鹉 这些年来 独化中国人民的市场至上 私有制至上 等等的一些理念 如果不能够破除对市场的迷信 对私有制的迷信 对私有制的迷信 和对暗资分配的这些东西的迷信 我们的社会都会发现 关于这个三大危机的问题 我现在都谈不过 下面呢 我想跟大家 谈一谈 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 美大光明正确的这些问题 我们中国共产党过去的话呢 经常用的一个词绘 就是为大光明正确的问题 在最近这些年来 这个词儿 在共产党的与会中间和宣传中间 就我自己的感觉好像起身不大用 对吧 我看是由于底气不足 所以不敢用 那么过去 为什么底气俗敢用 共产党伟大光明正确 它伟大光明正确在哪儿 它的根据是什么 那么我想说 伟大首先在于它的宗旨中间 就是全心全意的卫兵服务 不追求一党私利 消灭脱削压迫 建立共产主 公平合理的社会 是吧 等等这样的一些基本的理论原则 它会打 共产党人 为了民族的公众的利益 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 也是生命 所以 无数的革命先列 无数我们大家所尊敬的这样的一些 我们共和国的英俊们 都有这样一种 共同的两个情统 这大家都清楚 由于这些 因此它才有大 它怎么光荣呢 就是共产党 通过它几十年的历史实践 为人民 为中华民族做了太多的好事 我在这里 不做这个阐述了 大家心里都清楚 做了太多的好事 那么这些好事 就使得共产党光荣 那么为什么说它这么确 我们共产党从来都说 我们共产党历史上犯过错误 左和右的错误 不但给人民的事业造成的损失 也几乎葬送了我们的共产党 怎么是正确 正确在于 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和党内斗争这样的武器 纠正错误 克服缺点 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因此它才正确 所以说到 共产党为大光荣正确 这样一个概念的时候 我做这样一种简单的表达 我是想说 共产党要想保持它的伟大光荣正确 在今天 就需要 纠正它所犯的 让人非常痛心的 让人非常痛心的 这样的一些理论错误 需要纠正理论错误 它纠正的这些东西 它才能够保持它的伟大功能正确 如果不能纠正 它的这个伟大功能正确 就保持不了 就是这么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摆在共产党的面前 摆在全党的面前 摆在党共产党的面前 摆在党共产党的面前 说句心里话 在胡锦涛总书经 接班的那个时候 我曾经抱有很大的情报 因为历史 给了胡锦涛总书经 一个历史的机遇 机会 它可以通过 它的这个 辉煌的实践 成为一代英雄的委员 是什么呢 就是纠正 改革开放以来 共产党的一些 理论的实践偏差 使它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因此 它能够挽救共产党 因此 它也能够使得人民群众 更加幸福 这些东西它做了之后 无疑 在历史上 它将成为 共产党的一个英雄 因为 凡是能够纠正自身错误的人 都会成为英雄 特别是 对于共产党这一个 非常遗憾的事 胡锦涛总书经 它有了一些非常好的开始 和一些非常好的提法 但是很遗憾 没有贯彻到 它当了总书记之后 第一个辉煌的举动 就是到七百坡 就是强调两个武力 以后 又有和谐社会 科学发展观 前一天之后 又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又有武有社会 等等这样的提法 我想说 这些提法 从思路上来讲 应该说都太好了 遗憾的是 这些东西 没有通过大刀克斧的 理论上的和实践上的纠错 就是 开辟共产党和共多国的一个历史的新纪念 我为胡锦涛总书记深深的遗憾 但是尽管遗憾 尽管我昨天也提出来我们这个共产党犯的错误了 对胡锦涛总书记 我也有点意见 但是作为一个党员 我在行使我的这个民主权力的时候 我还想跟大家说 当我们看到他的弱点和毛病的时候 我们也要肯定他的成绩 比如说 提出社会主俄协社会这样的概念 胡锦涛已经意识到了 这个社会不和谐 实际上把这个题目也就交给全党了 为什么不和谐 我们这些搞文字性工作 或者搞理论工作的 搞社会科学的人 就要分析 这个不和谐 是由于生产关系变坏了 所以他不和谐了 对不对 要想和谐 必须改良改善 恢复更有知的生产关系 这个社会才能变得和谐 这些事没错 对吧 对吧 那么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 提得非常好 说明在此之前 我们这些年的发展它不科学 如果原来很科学 就不会提出科学发展观 国际上是说不通的 可是 前面怎么不科学 有哪些问题 却没有逃根问题加以救证 这是我深深遗憾的 胡锦涛提出建立无有社会 张宏雅老师 在他的文章中间 对无有社会 他的积极的意义 做非常全面的肯定和阐述 但是 这个无有社会 不对这个社会本身 动大手术 我指的是 对它的生产关系 和经济运行方式 分配关系进行调整 无有社会 无从实现 张宏雅老师在他的文章中间 他用了一些非常非常极端的说法 来阐述他的那套无想法 我在这里有种程式 不通过 因为我一下子背不下来 非常非常漂亮 不怎么样就 要想做什么就一定要做什么 它是这么一个关系 对不对 就是不是说说而已的事情 对不对 就是你要想说 要达到你的这样一种 政治目标 你共产党你提出来的是 你的政治目标啊 你的无有社会怎么实现 对不对 你不改变这样一种 人吃人的这样一种 多些关系 你这种无有社会怎么实现 而动这个东西就是动生产关系 就是对社会本身 进行一次认真的和彻底的社会革命 你不做这个事 你会有这种实验 所以我想说 不是吧 我对胡锡炮总书记 在这点是遗憾 但是我作为一个党员 当然 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场合 我也 这个 想得非常明白 是吧 我想说的话 我也不是仅仅就对咱们这些 老师和朋友们来说的 我也希望我说的这些话 通过一定的渠道 传播出 好 好